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咱们用这个青萝卜加两个鸡蛋,做好吃的 300克普通面粉 少许食盐增加面粉筋性 一半用开水烫面 另外的一半用凉水和面 这种半烫面的形式和出的面团柔软又劲道 搅拌成面絮状 下手和成光滑的面团,盖个盖子 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把萝卜削去外皮,擦成细丝 烧一锅开水 放入萝卜丝焯一下水,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锅中水再次烧开后,把萝卜丝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挤干水分的萝卜丝,改刀切的碎一些更方便操作 提前泡软的红薯粉条 切碎后放在萝卜丝里 炒好的鸡蛋碎 一把虾皮,补盖又提鲜 适量食盐 少许的生抽和蚝油调味 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取出形好的面团 直接搓成长条 切成小剂子 再把每个小剂子团圆,压扁,擀成圆形的饼皮 包入适量的萝卜馅 用包包子的形式收口 收口处朝下再次压扁,我们的馅饼生坯就做好了 电饼称提前预热,刷层食用油 放入做好的馅饼生坯 表面刷层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开上下火 烙一分钟左右,烙至表皮微黄后翻一下面 盖上盖子,再烙一分钟左右 中间其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萝卜馅饼 薄皮大馅 馅料特别的鲜美 感兴趣你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